7月7日,刘亦飞在北京某珠宝店被偶遇,与以往不同。 当天她一身时尚装扮,露金装搭配乌黑绣发,墨镜下的精致小脸更显迷人。 店内,刘亦飞专注挑选珠宝,展现出对美的独特品位。 然而,令人意外的是,她最终空手而归,引发网友对贵姐态度的猜测。 作为代言人,刘亦飞对珠宝的热爱不言而喻,此次探访虽未购物,却再次证明了她的时尚影响力。 她的私人生活同样也人关注,从独自逛街到与友人聚会,都展现了她的真实与随性。 近年来,刘亦飞在演艺事业上屡创佳绩,尤其是2024年塑造的黄艺眉角色深入人心。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她也能享受生活的美好,这种平衡让人钦佩。 对于刘亦飞的这次偶遇,网友们纷纷表示羡慕与但美,同时也期待她能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愿刘亦飞的私人生活继续充满阳光与幸福,不受外界打扰吧。